好 接下来关注日本和南韩之间 在外交上非常大的突破 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跟南韩之间留下历史纷争 2019年甚至引爆了贸易战 关系降到冰点 这个就是在殖民时期 日本企业的强制真功 影席院的亲日路线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南韩政府就正式的公布了 二战真用公案的解决方案 过去是说向日本企业直接索赔 现在完全改变 由第三方来代赔偿 当年曾经被日本正招 强迫劳动的南韩受害者 觉得非常不平 日本政府表示欢迎 美国总统拜登也称赞 两个盟友展开了 划时代的新篇章 日韩已经商定 要展开出口贸易的磋商 目前日韩的贸易战 获得一线希望可以荣兵 一改先前 强力要求日本负责任的强硬态度 南韩政策大转弯 6号公布二战期间 日气强真功案 解套方案 宣布将由一九六五年 韩日请求权协定的收益 南韩企业 包含蒲相钢铁 韩国铁道公社在内的 十六家寒气筹措资金 再透过南韩行政 安全部成立的基金会 代为赔偿 三菱中工 日本制铁等涉案 日本企业不需要参与赔偿过程 而是由第三方赔偿 但这也等同于推翻了 2018年南韩大法院的判决 让受害者和家属难以接受 当年获判赔偿的 15名受害者 如今有三人 上载人士 都对赔偿方案 持反对态度 同一天 受害者家属联盟 也来到南韩外交部 大门口 举牌示威 根据南韩估计 二战期间 有多达72.5万名南韩人 遭到日军俘虏 被送往日气工厂劳动 2018年南韩大法院裁定 三菱中工及日本制铁 必须赔偿 但两家公司都拒绝旅行 南韩法院一度下令 扣押三菱中工在韩资产 这也使得日韩关系 急转直下 2019年 日本政府对南韩实施 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 出口限制 还将南韩提出 贸易安全白名单 让南韩半导体产业 大受打击 时任文在寅政府 规划解套方案 却始终没有兑现 南韩总统引齐越上任之后 积极寻求两国关系突破口 六号公布征用公案赔偿方案 日本政府第一时间表态欢迎 也重申继承 一九九八年日韩共同宣言的立场 对殖民历史深刻反省 由衷道歉 路透社分析 日韩贸易战延烧多年 作为两国盟友的美国 不断从中协调 原本进展牛步 如今突然上演大和解 和日益升温的北韩核武威胁 以及复合性经济危机有关 若是赔偿方案 能够推动韩日关系重返正轨 也有望进一步推动 韩美日安保与经贸合作 在南韩发布赔偿方案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随即发布声明 祝贺两位盟友 翻开划时代的新篇章 不过赔偿案最终是否可行 关键还是在于 南韩国民对尹熙悦政府 亲日政策的接受程度 日本同样做出让步 有意取消对南韩的半导体材料 出口限制 双方已经商定 暂时中断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诉讼 展开贸易磋商 以解决征用公案为契机 韩日有望加速修复双变关系 共同社消息也指出 南韩总统尹齐悦最快会在三月访日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PBS新闻众号报道